嗨,哈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湾新闻台的新闻主播志玲,大家好,台湾拥有良好的硬体基础与软体的研发能力, 为了推动台湾体感科技的产业发展,经济部透过前瞻基础建设体感园区计划,四年投入10亿元的经费,协助体感科技产业落地高雄亚洲新湾区。 中央、地方与民间携手合作共同打造出台湾第一座体感科技园区。 高雄市政府经济发展局日前在高雄市大鲁阁草崖道与高杰行政大楼举办高雄体感科技园区实验场域启用系列活动, 该活动由经济部工业局与高雄市政府指导,高雄市政府经济发展局主办, 并由经济部曾文生次长以及宏达电李文财副总担任致辞人邀及台湾的产观学研先进共同参与, 对外发表体感产业联合推动办公室以及高雄体感园区实验场域之准备成果, 正式对外宣示集结各方支持推动体感产业的发展, 共同打造高雄的体感科技园区。 记者邹志中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